Oh my god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咱们继续来看哈斯勒超高额 一起来看一看啊 今天这张异常疯狂的周五牌桌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卡套威的Dev拿到了一对K 加注到了600 桌子呢100200 MJ装位口袋4跟下来 Eric Person圈10方块也跟了下来 还有D勾的K8 翻牌圈圈切 谁有圈啊 Eric Person有圈 Person拿到了Trip 还有一个后门的童话听牌 可以去追一追啊 翻后Person选择了零打 Dev这边KK跟住 Dev实际是有点慌的 这么多对手啊 谁有圈 谁基本就捅着了这手牌啊 转牌红刀5 Flop的下注被跟下来 Turn上Person当然可以继续打 500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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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直接再打一个满池 这已经就是挑明了跟Dev说啊 我有圈啊 你不信的话呢 那你就接着给钱 最终合牌黑桃6 后门的顺子面 好 好 大夫手里一共2万7 你直接打个2万5 糟糕的家伙你是真糟糕 给我剩下2000 今天让我怎么活 来看这一手牌 大夫表示 短码啊 老夫打不惯 直接又补了5万 一手一时加住600入池 三个跟住 翻牌有A4 What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大夫拿到了Triple S 在翻后先选择了过牌 顶级猎人都是以猎物的身份出现 而这手牌 大夫以为自己是猎人啊 实际他才是猎物啊 依赖拿到葫芦 翻后也没打 转牌翻块2 Duck应该忍不住了 还能忍啊 好好好 依赖也过 合牌草花5 大夫终于忍不住了 小打2000 依赖一个反家 或许大夫还会再做一个反家 这个牌真的太恶心了 依赖手里呢 是Nuts 直接反家到1万 我只能说 好在Duck手里是一手A10啊 这要是一手AK啊 很有可能会推回去 现在我只想说 得亏大夫在flop和turn上 全部都忍住了 稍微打一打 这手牌就不是这个结果 接着来看这手牌 依赖拿到AK 选择了Limp入持啊 后卫竟然还要Limp入持啊 干嘛 闲命长是吧 翻牌圈钩5 两张草花 没人打 转牌一张10 依赖拿到了Nuts 有点舒服啊 这牌但是 看看有没有对手啊 K6方块 MJ是一手铜花听牌 依赖下注1000 MJ 反加到了3500 坏了坏了 MJ这是踢到铁板了 本来花1000能看盒牌的 这很有可能都看不到盒牌了 依赖继加注 他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啊 这毕竟牌面还是有两张草花 两张方块的 对手还是有提升空间的 好 MJ不服输 合牌 方块 漂亮 我只能说依赖尽力了 也只能说这手牌 依赖 翻前如果加注的话 很有可能就没这一出了 底输2万 MJ合牌下注17000 关键 我觉得依赖还弃不掉啊 这对手有张K 他没两张方块 他也会这么打 你说说啊 最终底时被锁定在了 5万5000 再来看这一手牌 新嘉宾入场了 Patrick Antonius 德州扑克界 比较知名的几个大光头之一 这手牌MJ装位 K4不同色 加注到了500 D勾拿到一对5 大忙位直接跟了下来 还有依赖的圈勾 翻牌 勾三四彩红面 依赖拿到顶对 谁的领导呀 DJ的领导吗 DJ你是怎么敢下注啊 甚至连K4中牌都没有走啊 转牌 红线Ace 看到这张Ace 依赖好像准备做事了 底持4800 下注2200刀 这么大吗 3500啊 我还以为是 我还以为是两个1200 DJ 队上拿到一个卡二的顺子听牌啊 一对5 并没有走 真是不相信依赖中钩还是中Ace啊 牛的 和牌一张5 DJ 后门拿到Sat 依赖也很无语 你怎么能拿 一对5跟到盒牌呢 你是怎么做到的 接着来往下看 Patrick上桌以后首次入驰 A10加注到了1200 Arab Carson 7-4黑桃跟注 Dgirl A3不同色跟注 还有Aligi Aligi总是这种 感觉海边来的装扮啊 五人池 翻前其实Open并不是说非常大 Batsman的一对5呢 混了进来 翻牌3 5 6 A person 哎呦 拿到了天顺 天顺对上Sat5 好好好 上桌第一手牌 就火星撞地球是吧 Person翻后下注2000 Dgirl的话 中3敢翻打 这真的就无视另外4个对手吗 好 一个Bats一个Race Batman仅仅是个平扣啊 这我没想到 额度继续拉满 Eric Person呢 加注之后 紧跟着再做一个15000的300 有点意思 难道我撞上的是Sat6吗 Mr.Dr.Batman反手继续一个跟注 这手冤家牌还在继续 Oh my God 转牌一张五 天顺 竟然撞上了炸弹 合牌Batman还没下注吗 还没打吗 Person的天顺 确实有盖牌的理由啊 Batman也是必须要打这一枪 这牌面后门花 是吧 更大的顺子面 葫芦面 甚至是炸弹面 全都出来了 Person这手牌盖的漂亮 不得不说 这个反超确实很恶心啊 来看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 Eric Person对上了DJ A6对上A4 这翻前Person 300到6500啊 A4有位置优势呢 还是跟了下来 翻牌345 DJ拿到一个 拿到一个小队啊 而Person的话 是一个双头顺的听牌 翻后Person直接下注一万 打这么重 没想到还是没能打走对手啊 转牌应该要过了 要考虑到 DJ手里是一个超队了 这一枪还能开得出来吗 基本来讲对手手里 如果是什么石石勾勾啊 真的很难打得掉的 趁上Person直接打出一个满池 但实际现在轮到DJ难受了 Person一直在扮演一个超队啊 竟然还能跟得动啊 真凶啊 他不相信A4Person有牌 盒牌 我靠一张A4吗 哎呦 那这样的话 低钩手里那一对4已经被淹掉了 Person的 踢脚现在更大一点 8万的坡 盒牌Person推出了5万 DJ拿到后门的顶对 哎呀 这感觉是 可能是要去抓Person的 DJ打死也想不到啊 盒牌这张A4啊 不但能帮到自己 竟然还能帮到别人啊 你敢相信吗 仅仅一对A4啊 竟然能拿到将近10万刀的利润呢 以持最终18万2000 好 那么感谢您的收看 这期视频呢 到这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